我們要如何在這個地方撰寫程式 那撰寫程式部分的話跟前面好的Word也一模一樣 直接在哪裡呢?在這個Main Activity裡面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原則上我們前面撰寫程式都只有在Uncreate上面做撰寫 那我剛剛講過這個生命週期裡面有好多個生命週期 那我要怎麼樣知道說他的生命週期如何運作 那各位在書上面裡面其實也有講到就是說有關那個生命週期的部分 那只是說這個地方如何建立其他的這個方法 這裡沒有講得很清楚 不過各位可以在那個第十二十三支十二頁這邊也有講到 就是如何建立其他的方法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讓這個除了Uncreate 比如說我今天觸發Uncreate我裡面要執行什麼 我就執行一個很簡單的東西叫Tosser 這個Tosser有點像是那個一個簡單的訊息 這個訊息會在畫面的大概正下方 正下方大概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地方 它會跳出一個簡單的訊息 然後這個訊息它就兩種方式兩種時間一個是停一秒鐘一個是停三秒鐘 它就只有兩個選項 那這個方法我會覺得比Log還要更清楚 因為Tosser一Tosser出來 你就知道現在執行哪一個方法 那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第一個在這個Uncreate下面寫一個程式 寫什麼呢寫一個Tosser 那非常好記 Tosser就是吐司 點 點之後的話會有個MagTest MagTest就是 你要在Tosser上面放什麼文字 那裡面的話呢 會有三個參數 那這三個參數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參數你就給它一個什麼 Get Application Context 它會自己去偵測 你現在的那個容器 你現在的Context是在哪裡 它自己去偵測 所以就選這個Get Application Context 那Test要給什麼呢 你就給雙一號 然後呢 把什麼呢 把Uncreate的這個字 按Ctrl 拖拉到中間 也就是說呢 我要知道說 我現在執行的是Uncreate的方法 那Duration的話呢 就是停留了多少時間 那你就直接打3000 因為它的單位是毫秒 所以3000的話就是三秒鐘 這樣的話就完成 這個部分就寫完 但是你要把它秀出來 記得後面再點 秀 把這個 這個Tosser把它Tosser出來 秀出來 然後最後把它結束掉 就這麼簡單 Tosser出來 那這個我覺得你就是還是要 如果你常在寫App的話 這一定要 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 你訊息就很容易 這個使用者馬上就可以看到一些狀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還有其他的這個什麼生命週期 那其他的生命週期要如何產生 但你想說 老師是有把這個Copy起來再改